台股的集中市场跟贵买市场 在今天都重新站回了所有的均线 而这是不是代表多头 真的已经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呢 那在这里到底大心股会跑得比较快 还是小心股 我们要来请教的是范震宏分析师 震宏你好 早安 小玉早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看到了我们今天 不管是从肋骨族群当中来看 八大类股几乎是全面齐扬 而集中市场跟贵买市场 当然也是在今天的这根带电红K棒 直接是站回了所有的均线之上 那虽然外资还没有看到强烈的回补 但是那一次的部分 投信已经连买好几天了 所以如果从投信 从那次的角度来看 会不会这波中小型个股跑的速度 比大型股来得快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哪些的中小型个股比较值得留意 好 那就是其实之前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这个多空头排列 加速占大版比例 就是之前前两周我说过过热 那经过一周的修正之后 其实最近呢 其实是降到了大概50%以下 然后最近又开始 这两天又开始慢慢再回升了 所以等于说短线的 这个中小型个股的行情 好像又要起来了 那当然说大家想说 那指数呢 因为我自己看完仗 因为基本上指数 因为在这个肺半 因为昨天道雄大涨 但是肺半还是处在一个修正状态下 那其实我觉得整点半导体市场 应该还是会进入一个整理啦 所以像台积电啊 联电啊 或者是说IC设计相关 其实在涨多又进入修正 接下来可能会进入一个 比较长的整理期 那这段时间指数大家就 就是没办法 就是有机比较大的机会 是在高涨进入一个震荡 但是震荡不是代表说不好 因为资金比较有机会 留下中小型股 那所以我这边就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大家可以除了一些传产能源以外 除了一些传产飞行电或是金融 我觉得大家可以持续去注意 因为电子股大部分都进入者 但是这个居家相关的概念股 大家还是可以特别留意 因为在这波修正的过程中 很多的像以NB来讲 就是这个笔电的部分 其实很多的相关的供应电池 那个股价表现其实都是比大盘强的 那我说是以代工厂来讲 代工厂来讲 看广达 仁宝 其实他们这几天其实都力手在全军线之上 那品牌场的华硕 还有宏基 甚至短线也是一样 都是在强势的在整理 但是华硕最近还在做创高 那另外板卡的部分 像技嘉 也最近也在做创高 那维星虽然没有创高 不过最近也是表现得比大盘强势 月线也没有去做跌破 所以我觉得说 整体的这个NB概念 真的是 很多个人都比大盘强势 那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下 像这机壳部分有两家 一家是3325的续品 一家是81点的生田 所以人家是比较大众 不过这个生田是比较偏向这个Notebook 那当然说以这个居家工作 其实不只是笔电 在这个电竞相关的这个产业 跟这个桌机的部分 其实今年的整个需求量 也是算是非常的好 年增率表现也是有10%以上的表现 那特别是这个续品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它的基本面 当然说因为二月营收真的表现得不好 那今天也有反映这个营收不好的状况 出现下顶 那以技术面来讲 它其实今天开低之后 其实马上就有买盘进铸去做一个承接 那主要原因是为什么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它除了受惠这个居家概念以外 就是今年整体的营运是看窍的 那另外就是说殖利率的部分 因为其实大家最近其实都蛮 开始有在去做这个追逐殖利率题材嘛 那其实它以去年2.5块的预估 预估去年EP的2.5块 它长年它的配期都蛮稳 大概有配期率有到六七成左右 那所以这样推上的话 它殖利率目前其实有六到七% 所以等于说夏天都有一个下档保护 那另外就是说在今年第一季 它有新任一个美国客户 其实预计三月开始 它的营收也开始会溢注这个续品的营收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可以好好地注意 那另外就是它还有一个很好题材 就是有机会成为短线点火的题材 就是它这个去年有储分的大陆的资产 大陆的土地资产 那预计也将贡献这个今年EPS 所以等于说这既然除了殖利率保护 它自己公司本身又有成长性 那再来就是说 又有那个储分土地资产的这个利多 那所以我就说其实这一档 我觉得大家可以留一下逢回 是不是可以去找买点 那另外当然就是说像这个电池模组的部分 最比较强势的其实就是像这个3211的顺达 跟这个3323的加百域 那散热模组的部分 可能就是5223的安利 跟这个3483的这个利质 其实大家可以留意 他们最近营收表现都是非常强劲 那我觉得说这一个居家概念股 其实不足够讲几家 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下 其实蛮多个国表现都是比大阪还要强劲的 是 非常谢谢范正宏范分析师的解读 谢谢大家